Hello 大家好 我是GiGi 如提 今天要分享的 除了是一首歌的cover 那還有分享我臉上今天的這個 簡單的妝容 那是你每天都可以畫的 就是也不會 不管是上班或者是如果你是大學生 你要上學 要做一個非常快速的妝容 其實這個妝非常簡單 那你也可以用你手上有的 眼影盤做非常簡單的搭配 如果你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Go 那我現在上完底妝了之後呢 我現在要開始上我的 眼睛的部分 那眼睛的部分我會先用這個 Urban Decay的眼影打底膏 然後 我會用 眉筆 因為我其實有眉毛的人 只是我會把我的眉尾加 加畫好 然後這個 這一支是 Etude House的 雙頭眉筆 是嗎?是叫雙頭眉筆嗎? 素眉高手造型眉筆 OK 然後我很喜歡的是它這邊 這一頭是有點像水滴滴狀 然後一邊是比較尖 然後我都會用比較尖的那一套 其實這個大家都很多人都有推薦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看到人家推薦 然後就 欸好像不錯 我真的不是一個很會畫眉毛的人 所以我畫眉毛 請不要有人來批評我的眉毛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不是一個很會畫眉毛的人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 今天重點的部分啦 就是眼中的部分 眼中的部分 因為今天是Everyday Makeup Look 所以其實非常簡單 我用的是Maybelline的最 剛開始的眼彩盤 The Nudes的這一盤 然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已經被我 用到這樣 對 好那我覺得這盤很特別的是 其實它就是四格四格四格 它可以各是一小盤 對 然後 我今天要用的就是 最 我的最 anyway 現在的右手邊 這四個 去做一個很 基本的妝容 然後 用著刷子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刷子 但是是 我之前買那個Anastasia那一盤 文藝復興眼影盤 它 買的Sota送的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刷子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刷 然後 剛好這個 刷子還蠻適合我眼皮的大小 它用的是這一個顏色 嗯 然後是 我不確定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好 它是比較偏的珠光白色 然後就是很快 大範圍的掃在眼窩上 然後再來就順序 第二個 這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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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點像 甜甜的奶茶色 再來順序 第三個 是這個顏色 好 第三個顏色呢 我會稍微加重在 眼尾後三分之二 再加,再加一塊 一塊 仔細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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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眼線跟睫毛膏的部分才是表情太醜了 所以想說好趕快畫完然後讓大家看一下現在的樣子 然後我的唇膏是用Rimo的然後它是有一點點橘紅色 你知道它聞起來有一種就是吐起來有一種汽水糖的味道 對然後我覺得它顏色超級美 來講一下為什麼我覺得呢會想到下雨的夜晚這首歌 因為其實最近啊就是在自己人在遇到一些事情 然後在透過跟朋友相處陪伴朋友還有自己就是一些生命的歷程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啊真的是當你受傷的時候 你都會需要有一股力量吧就是你都會需要有一個人陪伴你 到頭來當你願意成為那個陪伴的人 不見得每個人都願意成為陪伴你的那個人 那我的方法呢其實我其實自己 當我自己真的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去聽歌然後看看書 那最近呢就有一天突然回家的時候吧 就突然想到這首歌 希望大家呢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或者是如果你有機會化這樣子的妝 就是每一天在化妝的時候 我覺得都找到一個讓你自己快樂 讓你自己開心的理由 就像歌詞裡面講的是受傷了你可以哭泣 那哭完了不要否定過去也要肯定自己 那我覺得就是每一天都會有好的事情發生 每一天都有快樂的理由 每一天都會有新的事情 很想發揮 它用它遺忘的噴噴走得那麼遠 一直到今天 你還會為它記念 你們滑パ的腳步走得那麼快 一直到今天 她都沒有想過 心疼你 不同告别 让过往不断上演 记忆的深空 倔强的盘旋着 那一天下雨的夜魂 你的心 整个都晒碎了 让雨水 静静掩护你的眼泪 我不会问 不会说你 太深了一点 湿透了 我会在这里陪着你 对我都晒到你 想一页人把悲伤敢做失败练 白天没事负面完 却更去脸 像一片落叶坠落前 枯枉的纷飞 情绪越重重纠约 天惊地灭 心疼也不坦停歇 离不开我拒绝 谎也容易都沉闲 却总难以去面对下雨的夜晚 你的心整个都晒碎了 让月水静静也哭你的眼泪 我不会问 不会说你 太深了一点 试图了 我会在这里 放晴个夜晚 你的心终于悄悄睡了 让月光 静静蒸发你的眼泪 谁都别问 不会牵你 要从日间 雨停了 我还在这里 手上的谁都会哭泣 哭完的也否定过去 快乐的 美好的 都还在这里 陪着你 陪着你 影片结束之前呢 想要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叫做《爱过以后忘记的事》 这本书呢 很特别的是 它的文字写得非常简单 非常浅白 然后如果你要以一个文学作品来看的话 不要去看 因为它的比如说修辞啊 或者是 那些文字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口语化 越是这样子浅白的文字 你在不同的阶段 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想要分享里面讲到的一句话给大家 他说人生很长 不要担心自己为什么走不出来 不必急着找到出口 只要保持面对世界的好奇心 有时候就算迷了路 也反而离出口更近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一些帮助 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欢迎你到下面帮我点个赞 然后帮我留言告诉我 你喜欢这支影片 或者是你有什么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掰掰 by bwd6 by bwd6 by bwd6